世界上任何一个博物馆里都居住着一个精灵 精灵都忠实地守护着这座博物馆 我们故事的主人公也是一个精灵 居住在税收博物馆里 他有奇特的超能力 不仅能修补残缺的文物 更能穿越时空 带领我们探寻一些鲜为人知的税收故事 他就是税收小精灵 刘大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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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俏俏学的还有模有样的 不过北魏时期的女中豪杰 不仅有花木兰 更有推行君田制的冯太后 冯太后 我只知道吕太后 豆太后 慈禧太后 没想到还有一个冯太后 我带要去看看 我带要去看看 冯太后实施的君田制队我们太不利了 我们坚决不能 什么人 别叫他跑了 看好多实啊 找到手死吧 精灵大仙来也 无敌抽变脚 别怕 我来挡你 快快 在这边呢 这是什么地方呀 在这呢 跑跑的还挺快的 你 还有你 看你们玩哪儿猫 怎么回事 太皇太后 乍到 你们胆敢阻碍心法 今日不怕你们一网打尽 你们还以为本后说说就算了 本后还在我里头啊 原来你是个托儿啊 这是请君入望嘛 昨夜 本后戴云锦 还有这位小兄弟 抓获了几位乡身大 法户 自本后推行军填心法以来 这些人就从中作梗 阻碍心法推行 论律当斩 这个冯太后够狠 太皇太后 只是阻碍就要看头 这未免有些太严厉了吧 惩罚不重 惩罚不重 心智如何推行 你们也都看到了 长期战乱 百姓流离 土地荒芜 国库空虚 再不废旧立心 何以故国安邦 李安氏 在 继继续推行军填制 为者斩 除 退朝 阻碍就要砍脑袋 这军填制到底是个什么东东 一定要强制推行 李大人 太皇太后有令 继续实行军填制 李大人 快讲讲什么是军填制 快讲讲 好 军填制就是把乌主土地和荒芜土地 分给大家耕种 农户和奴婢按男女受填 地方官吏则按官职高低受填 受填者每年按田母比例向国家交税 李大人在这儿呢 李大人 李大人 快给我们讲讲 这田到底怎么分的 男子十五岁以上 受种植塑谷的露田四十亩 桑田二十亩 这么麻烦 直接给六十亩不就得了吗 那不一样 露田和桑田不同 露田是国家的土地 这些土地多年后还要归还给国家 但桑田就可以传给子孙世代耕种 不必还给国家 有这等好事 得到田地的人要负责任 土地不可随便买卖 不能随便迁徙 那是那是 有自己的地了 谁还愿意走呢 哪都不去了 就在这儿安家了 怎么只给男子收填 那女人呢 父女只有二十亩露田 没有桑田 真悲催呀 不过老百姓有地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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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老百姓 父王大人 既然规定奴婢同样收填 那咱们就大量买进奴婢 这不就田有了 人也有了 对啊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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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住手 你们要干什么 这些奴婢我家少爷全卖了 走 快走 快点 从今天起你们就是我的奴婢了 他们都是有地的农户 你凭什么买他们做奴婢 你是哪个奴婢 在本小王面前打放个厥子 对 你没资格抢买奴婢 太皇太后驾到 谁能证明这是我买的奴婢啊 怕是只有你拓拔家的钱袋上 才能硬有拓拔的标志吧 我们都是有心的农户 我们不愿做奴婢 不愿做奴婢 拓拔狐 你敢阻碍新政 该当何罪 太皇太后饶婢啊 恶有恶报 太皇太后圣名 正是逢太后强力推行君填制 北魏才出现如此上市景象 这女子们哪一点儿不如而难 安安安安安 君填制以土地国有为前提 按人丁授田耕种 使部分无地和少地农民得到土地 摆脱豪强控制 成为国家的编户其民 加快了北方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促进了民族团结与融合 君填制对后世影响很大 前后延续了约三百年 中间一年 吹发继续来 一呼灿烂闻明尸 吹起草味 你写一个梦 我写一个对 你写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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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完你笑 吹完你生回 你笑滚烂家国家 吹自己行为 吹完你笑 吹完你生回 你笑滚烂家国情 吹自己行为 云西云飞 你笑滚烂家国家 你笑滚烂家国家 你笑滚烂家国家